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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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了就睡 皇帝也是一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熄 四五点钟摸着黑就起来上朝 这一上朝直接上到日头偏西 上一整天 五品以上引直论事 五品以上的官 皇帝就叫你来议事 清朝能建军的官是四品 四品以上这个官才能面军 京东是四品 地方官是三品才能面军 五品的制服不行 三品的布正丝 按茶丝才行 随文帝那会儿是五品以上就能引直论事 可能是因为官少不能像清朝这么多 所谓知事传餐而始 吃饭的时候皇上跟大家一样吃盒饭工作餐 一般皇帝吃饭永远是吃毒食 不跟任何人一起进食 避免下毒 比如说今天皇上邀请皇后共进晚餐 两人不在一屋 尚在乾坚宫西暖阁 皇后在东暖阁 皇上吃酱肘子不错 去给皇后送一碗去 皇后一看这个都想吐 还得谢皇上隆恩 根本不吃肉的你 也得感谢皇恩浩荡 孙文帝当时跟大家一块蹲地上吃了 你想这个皇上多亲政 而且她的皇后独孤世也是一代贤后 竟更加督促她整天毛衣朝政已经图治 好了 本期的自得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